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就是它的牵连 侧面的造型跟纳瓦拉如出一辙 根本就没有什么区别 而且能看到它底下的踏板 跟纳瓦拉也是一样的 门拉手跟无钥匙进入的按键 也都是纳瓦拉上的配件 侧面跟纳瓦拉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在于它的这套轮子了 这个轮子使的是一个285 45 20尺寸的PZ2 也就证明着这台车是一个 偏向性能范的调教 这台车的后悬架还是奔驰X机上的 那套五连杆的系统 并且使的是螺旋弹空的结构 并不是日产纳瓦拉上使的 那套板黄的结构 这个位置一般来说大家见的比较多的 还是日产标 现在巴伯斯把奔驰的标给扣下来 换成了自己的标志 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 很罕见 旁边是300X的标志 就是巴伯斯的车型 再往下看是四个拳头大的排气 但是它是唬人的 打开尾门 它是并没有阻尼的 打开之后也都是裸露的车机 也并没有货箱宝 然后它的车斗里面是有一些锚点的 可以固定一些货物 然后后风挡比较有意思的一点 就是它有一个小的窗户 相比于纳瓦拉来说 这套内饰很明显能看出来是日产跟奔驰 联姻的一个成果 但是我觉得这套内饰还是更加偏向于奔驰的 包括它底下的一个command系统 以及上面的屏幕 还有空调出风口 还有很奔驰的方向盘 都是一些奔驰的感觉 在往下看能看到 它底下有一个四驱的控制按钮 但是它依然还是一个分时四驱 虽然说它上面写了一个4MATIC 旁边还能看到后桥差速锁的开关 这就是它一个前排 这个后排 我们先来说说它这个座椅 这个座椅好像还是日产那套座椅 挺软和的 那套大沙巴 然后其他配置呢 两个窗口 底下还有个12伏的点烯器接口 然后中央 中央没有扶着 动力方面呢 这台车搭载的是一个3.06缸的柴油温轮增加发动机 那这台车它的最大马力呢是300马力 最大扭矩的是626米 匹配的是一个7AT的变速箱 这台车动力真的还是挺强的 但是我无论如何想象不到 这台车竟然卖150多万 你买三台150 它不香吗 你再买旁边这个奔铲SG 它不香吗 可能是我消费不起的原因 我才会有这种思想 那么行了 就这样吧这期 拜拜 喜欢记得分享哦